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和女士们 我今天非常幸能够做这个环节的主持嘉宾 和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讲者 就是盧明德医生 他是我们玛丽医院的老外科顾问医生 同时也是港大医学院的外科系老外科的附和教授 盧医生是专长做心脑治疗术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家 有关运动障碍放射学和癫痫平衡 尤其是对于老的平衡手术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专家 伏匡和麻痹的服务和尿法 以及复杂的脊科手术 都是他的拿手专长 除了这些之外 他也是会做很多痛症管理和麻痹的手术 是杜医生除了本身已经很出名之外 他也是有很多可能的训练 过去他参加了在加拿大摩特利尔大学 以及美国加州大学 诺撒基分校 以及俄罗江州大学的这些特别的课程 做他的心躁 我不担问大家的时间 现在是有请杜医生为我们进行这个讲座 题目就是最近的柏金逊手术发展与趋势 有请杜医生 大家好 各位五安先生们女士们 今天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柏金逊症最近的手术治疗的新推势 和新的发展 我的讲座主要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关于心脑的治疗手术方法 这个大家都很关心 与此同时也会讲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等等 接着我会讲一讲手术的最新的发展 也会讲一讲DBS的技术方面 最近有什么突破 最后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聚焦的超声波的方法 还有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很热的题目 就是这个脑干细胞的治疗 和一些研究报告的结果 好了 柏金逊症 那大家都是熟能长的了 在60岁以上的人口 大概有1%的人 都是有机会有柏金逊症 主要的症状就是静止的振战 是缓慢、僵硬、肌张力、暴力为奸 和失血平衡的 时下就更加会有其他非运动症状的发生 那这些主要的症状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DBS的手术 来将它糾正过来 或者是改善 那就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的状态 和它的质素 令到它没有那么振战 没有那么缓慢 没有那么干硬 但是有些很多其他的问题 都不是DBS所能够做到的 所以DBS不是万应万灵的量弱 的灵丹来的先丹来的 对于那个是脑生理学的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的脑黑质区里面 又失去了这些多巴胺的神经元的运作 就导致我们就会有一个症状 而此同时也是在脑疫症的问题发生 那段症主要是说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靠临床的经验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虽然是有些是老素描 或者是一些影像 但是都未必一定很有用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是药物的治疗 和这个控制 来去管理我们的症状的发展 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可以控制 和减慢症状 然后减低它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然后通过手术方法去治理 那如果是多巴胺失去药效的时候 我们就要是考虑这个是手术的治疗 那因为我们如果是有很多是身体不自主的药动 我们就不能靠药物的治疗 那这个时候是适当的时候就考虑手术 手术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心脑的刺激手术 里面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就是一个传统的消脚术 另外就是最近的聚焦超声波的方法 那它怎样来到运作呢 主要来说我们通过是老的一个消磨术 来到去解决一些坏的细胞 除去一些坏的细胞 但是我们最近是用了DBS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可以是 它可以处理的就是 例如是老的优中复部下核 EIM 另外有一个是TSDN 就是老优下核 还有仓百球 亦都有这个PPN 就是中老桥的妄状核 那以前呢 我们是用这些叫做 是老优体的消脚术 还有这个仓百球的消脚术 通过是射盘 还有一个电流方法 来到去消除这些坏的老细胞 但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用了这些这么热能的凝固术 之后呢 那个情况不可以反转 就是切了没有就没有了 那反而呢 我们DBS 就可以是一个逆转 和可以调教 和一个呢 就可以是 翻转头的方法 这个方法在近南香港二十年 已经是常用了的了 尤其是三间大纪医院 数一数呢 总共一家有四百个个案是中了 其实计算上来都不是很多 因为每一年呢 我们每一间医院 都是做十个八个左右的 这个手术主要是由政府资助 因此呢 它就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受惠到的 那每一间医院 大概都是做十个八个一年左右 好了 那心脑治疗手术呢 它的运作和原理是什么呢 主要我们是用一个定位的固定方法 来将电脊呢 就直入我们脑的里面的心部 和通过这个是神经的调教方法 就用电流呢 就是产生了击回的方法 那令到我们可以呢 是教 也可以是开关键都可以 和它可以是调教它的频率 和它的波幅的 因此呢 是可以是自动调教的 那它真正的理由呢 我们是不明白的 不过有些假设 就是说它是有些是超能量的 这个是细胞的薄膜呢 它是失去了它的原动力 那通过这些电流的影响呢 它可以增长它的能量 它可以增长它的机会 它的生长 那在过程里呢 我们是要做很多的准备 和规划的 最初呢 我们是要有一些是 三维空间的 的素描啊 和影像啊 来到找出哪一点 是我们的目标点 而此同时呢 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定位的 比如啊 是决定我们的脑里面 是哪个位置 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 那目标呢 主要有几样东西 就是STN 刚刚所说的 就是休夏核 就是仓法球 GPI 和这个是VIM的中间核 和这个PPN呢 就是一个是中老桥膜的 小的网状体的网状核 那不是我一样呢 都是十前十未的 比如我们看到呢 每一样的 每一个目标点呢 它可以 对我们的效用呢 都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是 主要是选择STN 为什么呢 STN 可以是解决我们的震战 和不自主动作 和我们的身体的僵硬度的 此外呢 GPI是对病人的震战 和肩硬是最有用的 所以医生呢 一定是要选择 对病人最有利的位置 来做手术 而作为这个目标的 在做手术之前呢 医生通常都会做一个 详细的评估 而且就向病人 作一个解释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互动的机能来的 那这个病人呢 就去详细讲解的程序 和看病人的心理状态 评估他的接受的程度 然后才决定 究竟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步骤 很多时候呢 如果影响到他的情绪 一些认知的情况呢 我们就觉得是不适合 不适合做的了 好了 入选呢 就要是有几个范围 我们这个标准呢 是要作为量度的 第一呢 可以是病发症 多发症等等 或者是其他病症 需要引致的 他一定是要原发症 是为主的 第二呢 这位病人 一定是 现在是有很多问题了 他是 左船多巴失效 他呢 开关失调 或者是有这个 身体不规则动作 甚至是有很严重的 政治震战 等等 这些情况 他才可以叫做 是适合做这个手术的 通常我们都希望 这些病人呢 是75岁以下的 为什么呢 如果年纪太大呢 他做手术的时候 就会引致很多的情况 对他就不太适合了 比如他的心理啊 精神状态 都会引致后患症 通常他是要5年的病历 好了 什么情况是不合格呢 那么 这些不合格的标准呢 大家都可以 考虑到其他方法都一样了 比如呢 他是有 是心臟病啦 比如他有感染的情况啦 比如他有心血管的疾病啦 比如他有心血管的疾病啦 或者其他的老科 或者是一些病症啦 那就令到这个手术 对他们带来的效果是很低 或者是甚至带来一些不好的效果 那于此同时呢 比如是精神啊 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啊 比如有忧屈症啊 又是躁狂症啊 或者是又是一个是 自殺倾向啊 或者是不可以控制的心理和精神的病症啊 或者是个人的思觉失调啊 或者是又是老人痴癌症啊 我们是希望令到情况这么差的 好了 我们选择了 人又要做手术了 那未做手术之前 有一个很详细的步骤要跟随的 第一呢 我们要很紧要 就是解释给他听那个程序 与此同时呢 亦都是要告诉他 我可以有过高不及实际的期望 以为这样呢 就是零丹妙药都搞定了 因为呢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效果 或者是 当然它是可以解决一些震战啊 缓慢和僵硬的问题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直接来说呢 DBS也必可以直接效果的 所以呢 它要有个心理的准备 希望 我觉得它是一个 是万应万应的方法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又要令到他明白呢 其实DBS一定会带给他 某一程度上的改善 希望他能够适应庄囊的生活 和改善他的质素的 那因此 病人和他的照顾者呢 都要很清楚明白 之后 他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新人了 可以会行会手了 那因此呢 心理上要这样的准备 也会适应这个新的新生力度 好了 关于程序问题 大家看看 那天呢 他就要去做一个 是3D的 头颅的定型 的一个量度 其实呢 之前那天 他已经是不能吃药了 那为什么不吃药呢 那我们可以真真正正 可以测试到 DBS的电极刺激 对他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那天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头罩 那他很量 很小心 量度 他的头颅 他的大小 或者他的体积 和他的形状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我们会用了一些 做一些 素描啊 和一些 是 影响的方法 找出那个 过程 那个 路程 和做好那个 一点点的位置 定了他 那里呢 那里呢 我们是会做一些 病理方面的 一些 谷步的调整 那里呢 那里呢 我们需要很多的资料 那里呢 那里呢 那里是一些 微型的电极 一些记录 那里也要做一些 是 比较大型的一些 技术的 刺激的尝试 比如试试 一些声浪 试试 音琴 和那个射程等等 那我们也是要做一些 是测试的之前 保证那个效果呢 是 正如我们是 所预料的一样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要他不要吃药 所以那个 感染呢 可能会是有一些 病症出现的 那以此同时 我们不可以 让他吃药 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那个刺激 电极作用呢 是有些什么实际的功效 那很奇怪呢 如果我们碰到那个位 碰到那个点点的位呢 他的动作 立刻会变成非常灵魂 而且手脚呢 就可以动得是很自然的 那也都是 減少他的那个僵硬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点就是 那个正确的那个 位置的接触点 那以此 同时我们希望 这些这样的刺激 对他将来 是否有很大的好处 好了 过程的怎么样呢 第一件事 就是要做一些麻醉 我们也要是 植入一个是 起泊器 一个调教器 我们要打开他的头颅 和做一个转洞 那这里呢 就是一些耳气 还有这个呢 就是那个是 起泊器 有些什么的 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呢 那正如所有的手术 他都可能会有一个 是中风的情况 或者是有一个感染 或者是有一些 是因为用了麻醉之后 突然就不清醒了 也都是会是因为 在手术之后的一些 副作用等等 那都会是 我们要小心防范 这些是负面的影响的 那这些都会造成 口外症和副作用 那同时呢 如果做完这个DBS之后呢 可能那些病人呢 他们就会有 疑忆问题 会有一些是 抑郁症 或有一些是 適应的问题 那说完这些不好处 好处呢 就有点多个不好处了 为什么 因为DBS 它是豪行 多巴胺的效益 用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减少用药 还有减少这些 是搖擺 还有不规则的移动 亦都趴着的程度 的时间也都是多了很多 那刚刚我说过了 DBS主要呢 就是改善的情况 不是什么都可以 它可以改善静止的阵线 肌张力 僵硬 还有呢 就是 是减少了不自主的 行动 不自主动作 去增加我们生活的 那个质量 那DBS 也有点不好处的 为什么呢 第一 它用的硬件很贵 因此呢 那个手术 非常的昂贵 差不多23万 那么多 是现在的价钱来看 另外一个呢 因为它做手术嘛 所以做手术 也都可能有一些通常 发生的负载人 的抗胃症 由于呢 我们是因为硬件 已经植入一个是起播器 和调交器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两个的病人 他们会有感染的 之后呢 都不是一切 一切都是可以自动播的 我们是要改 第二可能要是改正 或者是要换个电池的 好了 我们现在明白了 什么叫DBS 那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的发展 和一些新的技术的答案 第一 在手术方面 我们是有很多新的发展 比如那个是机械手 我们用了机械手 就可以在定位 和那个精确的程度方面 就增加了很多的 因为我们用了这个 是电脑运作 和编程的 这个是 这个机械手 就可以自动 和我们计算数 和做一个最精准的定位 那 同时呢 以前用人手 又要做很久 还有可能有一些 的免测 现在我们用了这个 这个电脑片程式 这个机械手 就可以减少以前传统的物体 那不用在左搭右搭 左搭右搭 那就可以很容易 就是为病人设计做一个量身 病造的一个头罩 那就是同时 这个机械手 那么我们如果是时间 要长的话 我们的脑子 脑水液的损失 也会增加 因此对病症 和对手术方面 都是不好的 那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 是手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头罩 那比我们以前的 就有很多 它可以什么呢 都是自己 可以计算好 计算好 还有就是在里面 都规划了 那跟我们传统 所用的呢 就是可以 就是大大的 改善的精准度 也都是非常高 这个呢 就是可以是自动 调教的 也都可以是引导 我们是导航 一切的程序 都可以是 经过电脑的片程式 所控制的 里面已经有一个 软件 是植入了里面的 可以看到整个路里面 那个是 流程 和那个轨迹 它都已经可以 植入了进去的了 还有呢 我们在过程里面 手术呢 我们一直可以用了 一个定位的方法 用CT的素描 来帮助我们的 然后这个是聚焦 全程的导航 那就可以 保证每一个点 都是最准确的 里面我们用了一个 是全麻的手术 全麻的DBS 那为什么全麻 因为我们有两种 全麻 一个是半麻 而我们的全麻呢 就是用全身麻制 另外那个固化呢 就是各个的麻醉 那我们通过这个 是电脑的 记录那些资料呢 我看到 他们的电极呢 就是会比较自然一些了 那也都令病人舒服一些 而且是没有那么惊恐了 因为他是不需要 不需要睡觉 不需要自己在那里 很紧张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究竟是全麻 还是半麻呢 其实都是 磨充一次 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的 那对于病人来说呢 当然他是会选择 一个舒服的方法 没有那么紧张的方法 有些时候呢 如果病人睡着了 睡觉 也都是用了麻药的话呢 可能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可以是封销了病理学的 这个记录的仪器的运作 有些时候呢 如果是 他完全是麻醉了的时候呢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因此我们就算 碰到那一个 那一点 对接触点 他都没有反应 那有些也是看下 他那个手术的效果是怎么样 究竟我们是不是 激动那个接触点呢 也都是要是 是破冲一试的 有很多的研究呢 他们就说呢 可以减少了 这个传麻病人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也都是增加他们的反应的程度 和他们的好处的 那有些人呢 就会用这个是 做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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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全部是靠 所以可以看到 是两者各有忧劣的 但是未来来说呢 可能我们都会按照这个方法 去进行的 就是我们可以改善 这个全化的DBS 但与此同时呢 也都是能够可以加强 它的有效性 以及用其他的技巧 去改善这些慢 这些这样的不周全 一些是不良的反应 有关这个硬件的突破呢 有很多的 所以最近呢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希望 这个调教器呢 就也都是更加 能够是用者方面的 更加可以谷新设计 它的程式 和调教呢 都是更加是友善的 那以此同时呢 我们也都可以用一个 多功能的控制方法 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 一些电子的仪器呢 可以去运作 去调教这个起伏器的 那令到各个病人 更加方便 更加适应 也是更精准程度 更加高 那旧时传统的DBS呢 我们看到呢 它就是用一个手术 手术的儀器 你看到这把手术棒了 这个手术棒呢 这个手术棒呢 就有四个圈上面 四个东迷 这样的同心圆的圈 它是一致性 也都是形状 一律性的 你又不可以调教它的 那它放出来的电极呢 就是一样的 大小一样 银都一样 射文也一样 不能改的 但是我们脑里面的细胞呢 就不是好像这些这样的 我们脑里面的细胞呢 就是大小不一 不是粒粒不平的 那样的 所以这种手术都插进去呢 就完全适应的 不是吧 因为它是有高低粒不平 粒粒不平的 那以前这个传统的这个手术的筆呢 手术的棒呢 就有四个同样大小 同样发出单一电极的一个蛋糕 尤其是一二三四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用一些更加厉害的 用一些全方位可以是移动而转动的功能的 那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呢 它可以有不同的转动 那它不需要三百六十度呢 就同样射频 其中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动大动小动前动后 那那个移动性是高了很多 还有那个力量性都更加多了 那么精准度就更加好 就比以前那个呢 就一刀切的方法好很多了 好了 那我们有一个研究报告呢 就是指出这些的全方位转动的热气呢 就有很多的优势 那A呢 就是传动的方法 那这个我看到这个是STN 这个优客 它插到有优客 那时候呢 它发出的电极和光度和射频都一样的 全部一样的 那第二个呢 绿色的ABE 那我们看到了 它可能撞到一些其他细胞的迫膜的 那就算我们想收回一些电极 收回一些射频都不行的 它不可以教的嘛 那这里呢 第二B B这里 看到有四点了 如果我们呢 我们可以用这些调校方法呢 因为这里有三十五点的 那我们可以按键 那我们就把它更大更加小 加前更加厚 那 那 这个效果就好很多了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 我們可以按一個按鈕,由另一個按鈕弄小,另一個按鈕弄大 我們可以避免接觸另一些細胞的迫膜 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接觸點 這裡有32個接觸點,可以讓我們自由轉動 所以靈活度很高 有些其他研究報告也指出 這個多功能傳方位的轉移動的儀器 是非常優越的,比較適合的傳動方法 為什麼?因為它動得更好 在這個過程中,減少時間,減少點差 也可以量度新定做特別的位置 就可以達到一個正確的接觸點 有些軟件方法也有很多 例如我們也有一些導航,這些是影像導航的方法 做我們的規劃和編程方面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適應的儀器 增加我們的效能 也都可以控制調教器和起伏器 我們可以用網絡,可以用電腦去控制 甚至我們可以用電話和手機 就可以控制排細 射頻的高低,大小的時間等等 真的很方便 說到剛剛所介紹的影像導航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些儀器可以用個人的需要 個人的特別的位置去量度 甚至有一幅影像圖畫 我們可以把電量較大較小 都可以把位置移前而後 同時我們也可以把局部的位置顯現出來 你看多厲害 這裡是ABCD 我們用一個設計公真 這裡可以看到3D的位置 這裡是2D的 這裡是3D的 這裡可以看到 那些電腦走進去 一個特別的接觸點 這樣子我們看得很清楚 那個電腦怎麼進去 還有有沒有接觸到那個特別的點 除此之外 我們尤其是在疫症的時候 有很多遙距的治療方法 遙距的診斷方法 為什麼呢 很多病人來不了 又防疫 又軟 還有是會有不方便的問題 因此很多醫生 他們開始採取遙遠診斷方法 來跟病人更換起伏器和填膠器 通過電腦就可以搞定 或者手機也可以的 對於那些病人 他不可以來的 或者是遠遠的地方 或者是因為是要防疫的問題 都來不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方便 和很大的力量 也都減少他們去床頭髮射 等了 在醫院等了幾個小時 都不用等了 那這幅圖畫就很生動的 顯示到 那醫生就不單止是用電話 看到病人的狀況 也都可以用他的電腦 在那裡 將他那個電極的起伏器和調教器 能夠去調教的 還有可以改變他的頻率 以及電極的蛇情 是很方便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很安全 也是很穩定 還有很方便的 要調教他不同的數字 好了 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向大家介紹一個新的 叫做適應調教的儀器 傳統的方法 就只是單一的做法 就是我們向病人理解他的情況 那我問他的話 他就告訴我 我問他網民民設的方法 但是用這個方法 就很有相向性 我們用一個 是閉環式的適應儀器 用一個不同的存在的這些物件 例如我們的手錶 手握 一個身體裡面 一個帶著的器具 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 ECG 有多少 我們稱為 局部的範圍量度 這個局部範圍量度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病人的心跳 你帶到他的手裡 就知道他的手震了多少下 他走就知道他走得怎麼樣 但是對於醫生理解 病人的情況 是療如指掌的 那這個表呢 就是一個很清晰的介紹 是一個研究報告寫出來的 他就用了不同的方法 一個SKN的LFP 就是那個優下核的局部範圍的量度 就看到了 那他記錄什麼呢 記錄那個震戰的次數 頻率 走路怎麼走 有沒有跌 有沒有跌 還有身體移動 還有不規制移動 又怎樣 比如 一些是 非機能性的這些這樣的症狀 即是非運動性的這些震動 可以記錄得很清楚的 在記錄了這些資料之後,醫生通過LFP,可以反映了病人健康的情況, 亦可以令他有更多資料來調教電腦系統和程式, 同時,這個儀器可以提供客觀標準的量度,例如心跳、血壓、跳多少次、震多少次等等。 這是一個閉環式系統,讓醫生可以理解病人LFP所顯示的資料, 反映了病人的健康情況,不用他說了,醫生可以很自然地寄付這些資料來作一些改動。 與此同時,他收到這些LFP的資料,可以改動調教器裡面的電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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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就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方法來理解病人的情況。 好了,講完這麼多,關於DBS,我們現在到了另一個領域, 就是一個完全新的領域,叫做對焦的超聲波,是明日之星來的。 它對於解決這個運動症狀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其實我們有些報告和研究都看到的,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對這件事非常有興趣。 而也有很多研究報告就走出來,就是哪一類人是適宜做對焦的超聲波呢? 以及它的效果怎麼樣呢? 大家看到了,現在很多的研究報告看到,它的目標主要是有幾樣。 第一,就是優夏體、優夏客、眼拍球和中間客,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就是中路、橋路的網狀客,這四樣東西。 那不是說每樣都可以做的,它可能某一個部位,它可以治到某一種的症狀。 所以也要有一個取捨,我們做一些很詳細的研究。 那麼,現在還是沒有定案的,究竟哪一種是最有效,哪一種是最適合。 那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到,病人就是用這個聚焦的超聲波。 那麼,那個頭部呢,頭部就有一個架,那病人就是在這個廠房, 就把頭放在這個架裡面,就可以進去做這個超聲波的治療, 用這個升波的治療了。 那麼,很明顯看到,它就不用打針了, 又不用做這個侵入性的治療, 又不用,又有很多電線在這裡,又不用擁有麻藥,又不用做手術。 那麼,所以呢,就是非常之是安全, 而且完全是沒有一個植入性的。 那麼,裡面所牽涉到我的問題呢,就是我的腦, 的腦外學體。 那麼,這裡可以看到了, 有四個報告, 一個呢,就是那個始終體, 一個呢,就是比喻, 比喻, 和裡面呢,是有觀狀, 和有族相體, 都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這個研究報告呢,就是看一看, 最高超聲波和以前的舊的消融術, 有什麼分別呢? 它的目的呢,就是決定, 究竟呢, 單一方面的這些消融術呢, 和這個超聲波的比較, 哪樣是好呢? 因為它有一個機體的, 一個基準的,一個比較。 那方法呢,就是用20個客人, 做了一年的測試。 那麼,我們發覺呢, 用這個超聲波, 超聲波的方法呢, 做了三個月呢, 他們已經改善了50%、59%, 做了12個月呢, 都有43%的改善, 它的P值呢,就是0.001。 那麼,接下來呢, 其中有一部分呢, 它的情況呢, 就是改善了三個月, 就改善了44.5%, 12個月就改善了45.2%, 那也很厲害。 但是,與此同時, 也有一些是反後, 有一些叫做吵遺症, 譬如是想吐喉悶, 臉部肌肉鬆化了, 頭尺, 或者是認知的問題等等, 或者是言語的障礙等等, 都有少少的後遺症出現的。 那結果就證明這個, 這樣的治療就非常之有效。 好了, 作為一個總結, 我自以呢, 這個, 這個, 是非常之有效的, 以此同時, 它是飛入侵省的。 最近, FD也有批准了, 它是用來做, 這個, 政治的, 震善的一個治療方法。 因此, 明天呢, 它在湊灣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 向大家介紹的, 就是, 鋼細胞, 鋼細胞, 鋼細胞是所有東西, 明天的希望, 每個人都希望它能夠解決問題。 此同時, 我們的朋友也是寄予後望。 那麼, 這裡有一篇文章, 有關於鋼細胞的作用。 那麼, 原因是為什麼呢? 它就說, 如果我們是左船多巴失效, 還有, 我們可以希望, 我們的網狀體裡面的多巴胺的 腦神經元可以重新恢復, 那就可以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那裡面也有很多其他的細胞, 做過很多其他細胞的 那麼, 很多的, 任由我所在的 가운데, 也在的。 那最明顯就, 就是有一個叫做是, 用杯開的中老鋼細胞, 較為測試。 大家說細胞是有自我復原的能力 它不單是自我復原 還可以分開做不同的細胞 在身體不同的部分發生作用 所以真的很厲害 我們希望能夠令到這些細胞復原 和可以自己更生 產生了製造多巴胺的神經元 來補回我們所損失 這些黑黑質體 用肝細胞去改善太核酸上癡 現在正在做很多的研究 很多實體的工作在做 可以看看 近來我們有一些是用一個 背胎的中腦細胞 直入我們人腦裏面 希望能夠改善我們細胞的功用 有些也是要用其他的方法移植入去的 不過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很多的問題解決 例如是道德的問題 例如是免疫的問題 還有毒性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再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可以怎樣做 作為一個總結 無可置疑 心腦治療依然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尤其是對於改善 阻旋多巴失效的這些病人 還有是有不規則動作的病人 我相信 未來我們都會希望大家更加注意 是我們醫學界 還有我們的醫生 護理人員 還有病者 還有公眾人士 就認清楚 如果阻旋多巴失效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用DBS 作為一個手術的治療方法 就可以改善生活的質素 以及改善病方 與此同時 我剛才也介紹了很多新的方法 以及技術的特殊 亦都是繼續改善DBS的接受性 和精準的能力 亦都令到病人更加容易接受 令他們更加能力 可以更加舒服一點 當然聚焦超聲波也是一個明日之星來的 將來我們也會繼續發展他的所長的 長遠來看 我們希望國細胞對他們寄予厚望 希望能夠帶來一個石破天驚的突破 希望能夠對我們將來有問題 這裏就是一些參考資料 還不是說完之前 我特別要感謝未來的團隊 Maryle 謝謝你們的幫忙,謝謝大家的參與,謝謝大家! 謝謝醫生給大家一個精彩的演講, 不僅說了DBS的歷史和新的發展, 令他更安全,更精準,令病人更舒服, 也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樣效。 接下來,我們有一點時間可以回答問題, 現在我已經看到了兩個問題, 第一,在座嘉賓有兩種說法和判華的方法, 他就有些擔心傳華的方法, 你覺得作為病人,你應該是怎樣來到哪裡? 給他一些什麼的衝告呢? 可以講廣東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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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英文,不過不要緊,我們可以講廣東話 謝謝這個問題, 其實我剛才在座嘉賓也帶過說, 其實都有睡眠或不睡眠的DBS, 其實我們也做過的, 所以有些病人,因為可能真的有些優弊很具症, 很害怕,因為都有點辛苦,沒有藥吃,還有有點痛, 某些原因他們都是受不了awake的, 我們都會做Ga的, 其實Ga都可以量度到microelectrical recording, 可以量度到一些東西, 不過我們就習慣了,如果有個clinical monitoring, 就好像比較即場看到有個反應就會安心一點, 所以其實如果有些病人真的受不了, 或者真的不想awake的話, 都可以考慮做Ga,或者Healthy Sedation的DBS, 是的, 所以這個病人都可以提出來, 跟醫生去商量, 可以,絕對可以, 可以, 可以做這件事, 絕對可以, OK, 另一條問題就是說, 藥物的效果不理想才做, 另外呢, 是否可以一起combine, 就是和藥物一起治療的, 這件事我可以澄清先, 做完DBS, 大部分人都會繼續有藥物的治療, 雖然是很多時候可以減很多, 但不是說做完DBS, 就停了藥物去的, 所以幾時都一定是combine出民的, 不過頭兩個問題, 可能道醫生可以幫我們講得好些, 就是為什麼, 相對來說, 少人在香港做, 是, 其實就, 很感謝你這個問題, 其實, 正正就是, 我們都覺得, 我想, 我們做開這些DBS, 或者surgical treatment的人, 都覺得其實是underutilized了些, 因為可能某個程度上, 其實為什麼我們搞這麼多這些會, 其實都是想, 想多給更多人聽到, 其實做, 其實做, 其實某某某某某到這麼尺寨, 其實可以考慮做這個surgical treatment, 其實你說為什麼這麼低, 其實某個程度上, 因為可能的awareness不足, 可能其實就, 不是說, 那麼多人知道, 柏金信證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手術去治療 所以就很藉著這些會議 希望多些人知道是可以做DBS 可以多些人提供過來,希望會提高這個 rate 其實是有這個需求的,但是就可能 就算有些GP都未必知道 甚至有些醫療師都未必知道柏金信證是可以做手術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可能要宣傳多些 可以多些病人可以接受到這個服務 那會不會考慮早些做這個 宣傳推廣,讓人們認識多些呢? 會不會在比較早期的時候都考慮做手術呢? 其實就需要等到病人 都是藥物行先的 可能我們一般來說是過了大概十年左右 等到一些藥物,或者其實 首先藥物的效用開始沒有效 或者有很多些 疾卡尼茨,就可以考慮做手術 可以早些的,都是要先試藥物 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呢? 剛才提到可以經過互聯網 對,我相信還有兩分鐘 我們盡快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有安全的問題 如果可以經過互聯網去調整 DBS的Pacemaker 會不會有安全問題呢? 會不會被人進去 而調整了你的機器的功能呢? 簡單來說,其實 其實這些我相信 因為我都沒有用過的 我相信廠方應該都做過一些安全的測試 還有再說其實 應該一般來說 一般的普通人都未必懂得怎樣去教 亦都不想教其他人的設定 下一題是嗎? 好,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有位聽眾對於MRI 是否有興趣 就問可不可以用來治療 走路不回復的問題呢? 暫時都是Tremor 其實就是 Essential Tremor 和Tremor predominant的 Parkinsons病 比較多 Parkinsons 那些Nucris 暫時未完全掌握到哪裡 但Tremor 暫時都是 那個 那個 Target 還有Success rate 是下一題 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Success rate 如果適當的病人 如果 我們經過screening之後 差不多有八九成的人 都有benefit 最要記住 是一個cure 是一個improvement 連那些symptom 不是一個cure 但是有一個大大的進步 How many years can therapeutic effect 就是DBS 可以last幾多年 大概 其實我們 始終病都會退化的 但是大部分人 裝了機器之後 可能10-20年 都可以繼續有benefit 那當然那個 那個好處效用 就越來越差 因為病越來越差 但是很多時候 去到很後期 可能你覺得個人都已經很差了 但是他們覺得裝了DBS 也是比武裝機 是舒服很多很多 他們都會考慮 要再去換電 所以我想大概 有些我們去到20年 都會想繼續換電 當然看看他的身體狀況如何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一次 討論到這裡就要結束了 再一次很多謝杜醫生 是一個這麼精彩的答謝 多謝杜醫生 多謝大家 再見